2022年,环境保护和绿色债券缺一不可,你来不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我是Share 在2007年,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正式地被连接在一起 绿色债券也由此产生 与普通债券不同的是,绿色债券是通过支持环境和可持续性发展项目 来抵消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在过去的10年里,由于环境保护话题逐渐被搬到了大众的视线中 绿色债券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根据调查研究显示,从2007年至今,绿色债券累计发行总额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 投资者可能好奇,那什么是绿色债券呢? 绿色债券也被称为气候债券 主要是目击资金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技术改造 新能源开发利用、节能环保产业、低碳产业等绿色循环低碳发展项目的企业债券 在2015至2017年,绿色债券市场由于企业级绿色债券发行量的激增 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发行机构的引入等,从而产生了指数级的增长 2018年至2019年间,绿色债券也经历了一大波危谋的发行 时至今日,ESG绿色债券的浪潮已经席卷了全球市场 其发展势头依然十分强劲 今年,疫情使得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更为关注环境保护 ESG债券ETF持有量也激增了两倍,超过了450亿美元 此前我们的视频也介绍过COP26气候大会 会议主要内容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对于共同减少碳排放等气候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会议也宣布成立为全球不同区域的投资者提供可比的持续发展报告 这一会议也促使各大公司在日后的经营中更加注重环境保护 建立可持续性长期发展的目标 北一支银行也指出,ESG绿色债券投资增长已经突破了一个临界点 明年会迎来大爆发,成为市场的主流 据美通社的全美民意调查 有78%的美国投资者都表示,会在未来一到两年内选择投资ESG 此外,过去的投资者往往更加关注治理因素 以更好的了解不同投资实体的风险与机遇 但如今,绿色债券的出现可以使投资者更加清楚地了解 与投资实体有关的环境及社会因素 除了投资者需求上升以外 也有60%的受访企业表示ESG债券可以使其传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以及抢占更高的市场竞争优势 随着人们气候意识的逐渐提高 ESG绿色债券也以一个惊人的速度开始发展 更多的公司也逐渐开始确立更细致ESG目标 2022年,绿色债券将开始占据主要的市场 这也一点不奇怪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